武汉牛鞭 这个是牛鞭 牛鞭 这个牛鞭 这个牛鞭 好吃吧 大家好 我是新歌 我今天到了武昌的东一路这边 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什么秘密任务呢 就是最近呢 在网上有一家甲鱼店 宣传的特别火 说他天天排队啊 爆满了 所以很多粉丝觉得他是在 做虚假宣传 到底他们是不是 做虚假宣传呢 有没有排队呢 今天我们到现场去 一探究竟 哇 今天这个甲看来不好打 才四点多钟 门口都已经排满了人 不管他了 管他人多人少 先去吃个甲鱼看一下 服务员都没有搭理我们啊 这点餐都得排队 好像刚刚说了 得排队一个多小时 太忙了 太忙了 这什么时候 他能吃上甲鱼呢 武汉现在怎么 还有这么厚的店 里里外外都是人啊 为什么开这样的店呢 这个店不大 但是里面都是满的 太火了 太火了 包房也是满的 这伏地吃不上了 吃个甲鱼怎么这么难呢 今天伏地是个悲剧的一天 打假网红店 结果被打脸了 想吃个甲鱼 居然要等两个多小时 请单身 巴基斯坦美女吃饭 结果 他带来了老公 更可气的是 他们居然在我面前 大撒狗粮 秀恩爱 这饭吃得很不适滋味啊 好在我点的甲鱼烧牛鞭 公鸡蛋 味道非常不错 甲鱼软烂入味 牛鞭软糯 苛寒 公鸡蛋 粉嫩入味 吃完了 再来几碗汤泡饭 用美味抚慰我受伤的小心灵 今天这一天 是球泰百出的一天 归根到底 还是自己没有做好功课 希望大家以我为戒 不要做这样的求事了 大家做过最求的事情是什么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 给我评论留言